老和尚的身教 三十六 复冲居士讲述 一 二零一二年 墨学带家母去见师父上人 我们刚走到山顶花园 师父上人的车就开进来了 我们便在边上迎接师父 那天山顶的风比较大 墨学母亲只穿了一件 很薄的人造棉的衣服 师父看到我们后 静止朝我和母亲的方向走过来 对墨学母亲就像家里人一样 说了一句 你穿得太少了 要感冒的 要多穿点 母亲顿时 眼含热泪 二 2012年清明 墨学和母亲同修去拜访师父上人 师父上人 慈悲地带我们参观自己住的地方 从只容得下一个人上下的楼梯 上到二楼后 左手边有一个柜子 师父笑着向我们介绍 柜子是他自己设计的 既可以当隔断 又可以在这里换衣服 师父的笑容 让人感觉特别亲切 是自己平时读书的地方 还说自己每天都会在那看书 师父那天非常好客 带我们楼上楼下 脚脚落落 仔细地参观 连杂物间的鸡脚嘎啦 都看了 真是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悦乎啊 在师父的疗房门口 墨学说 师父的疗房 我们就不参观了吧 没想到 师父特别慈悲 坚持请我们进去 师父的疗房 只放了一张 很小很窄的单人床 背套 是洗得非常干净的小方格子的 墨学对师父说 师父 人家说方丈方丈 您的房间 您的房间还真是方丈啊 这么小 墨学的母亲和同行的同修 看到此情此景 都情不自禁地掉泪了 谁也想不到 谁也想不到 举世敬仰的一代大德 竟然住宿这么简朴 房间这么狭窄 三 师父将弟子规中的 积案节 笔验证 房氏清 墙壁静 朝起早 夜眠时 过游带 摆布鱼 等等 都做到了 无论什么时候 师父的房间 永远那么干净 整洁 书本 永远都摆放得 整整齐齐 有几日 从我们住的地方 正好能看到 师父的房间 我们看到 师父房间的灯 很晚 还亮着 师父很晚 还在读经 有一次临别 师父送我们到车门口 我们上车后 师父就一直站在那 望着我们远去 我们的车 都快拐弯了 我们回头 看到师父 还在原地 站着 看着我们 给我们 白手呢 我们车上的几个人 一下子 都热泪盈眶了 要知道 那时的师父 已经是八十九岁 高龄了 已经是八十九岁高龄了 四 2017年 墨学 带一位九龄后 小同修 参拜 师父上人 师父 语重心长地说道 以后 大乘佛法 和传统文化 洪传 就靠你们 这些年轻人了 自礼行间 表露出 对年轻一代的 期望和 奇迹 有一天早上 这位小同修 想去看看 早餐 好没好 没想到 在空无一人的 餐厅里 一抬头 竟看到 师父上人 和一位 护法君士 在绕佛 小同修 一下子 待在那里 不知尽退 师父上人 看到后 很慈悲地 向小同修招手 并示意 小同修 小同修过来 和自己 一起绕佛 让小同修 受宠 若惊 5 2019年10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净空之友社 在法国 在法国巴黎总部 举行 护士 悉灾 三十 系念 博士 和和谐 世界 和平 论坛 多国大使 专家学者 宗教代表 净千人 参与了圣会 与会者 重点 针对 圣贤教育 宗教教育 等话题 进行了分析 与阳述 墨学 有幸受邀 参加了圣会 师父上人 年事已高 加上 舟车劳顿 见到墨学之后 用很小的声音 和墨学说 今天 能有这么一个机缘 这 都是祖宗之德 三宝加持的力量 靠人力 是不能达到的 我们 都是凡夫 我哪有这个德行 和能力呢 师父还说 联合国大会 其实 就是搭个架子 希望 你们这些 弘扬传统文化 大乘佛法的人人志士 往里面 不断填内容 六 师父的洗手池 和水龙头 使用后 都会自己随手 擦拭得干干净净 水龙头 用了十几年 还像新的一样 平时 平时 护法 总会在师父桌前 摆一块毛巾 供师父喝水 吃饭时 使用 师父上人 喝水的时候 特别慢 每次喝水 都会轻轻地 把茶杯盖子 放到毛巾上 这样 不仅没有声音 而且 连杯盖上的 蒸汽水 也不会 滴到桌子上 师父上人 用过毛巾后 总会 把小毛巾 左一下 右一下 整整齐齐地 叠好 不管 谁说什么 老人家 总是 笑呵呵地 回答 好好好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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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